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佩思 由于马币走强对美元爆3.5640令吉水平 加上银行股纷纷上扬带动马股今天上升趋势 综合指数收盘时爆1745点上升了2.99点 随着银行大和平宣布取消之后 联昌集团和新业资本的股价今天上涨 协助马股稳步盘升 那外资今天卖出了3.3671万令吉 本地投资机构买进了超过3.10万 散户也买了3.661万令吉 下来有企业Bly的单元 有消息说全国第二大富豪丹斯里安南达 打算成为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电力资产上市计划的基石投资者 那目前的安南达正在和该公司进行洽谈 针对这项的总值107亿令吉的上市计划 那安南达想投资至少5% 有了安南达入股将提高了投资者对一马公司的信心 而该公司也必须透过上市集资 减少大约428亿令吉的债务 那由于零售租金收入加上旗下产业重股后 所带来净投资收入 博威年产业信托截至12月31号 第四季的净利按年增长 99.43%至3亿3518万2000令吉 那第四季的营业额也扩大4.48%至1亿077万令吉 配合业绩的出炉博威年产业信托 宣布派发4.12仙的红利 长城塑胶预期最快可以在今年第二季完成 导致收购脱离PN17的行列 而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员林国文在股东特大后表示 届时公司将会易名为MCT公司 并转型成产业公司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晚安